眼前出现这个寒酸的穷小伙 一家十几人挤在茅草屋中 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他 日后却成为印度各个有名的富豪 说起印度最先让人想到的便是宗教 作为四大古文明之一 漫长的历史让这个国度衍生了各种各样的神明 据不完全统计 印度大概有3600万个神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停的增长 算得上世界上含有的神奇之处 相比较众多神明 种姓制度更加引人注意 人类发展至今经过多少流血战争 才获得目前珍贵的人权平等 但在印度 贫贱贵族之差依旧存在 说到这里 不得不简单说下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从上而下把人分成四个等级 他们在地位、权力、职业、义务等方面 也是严格的规定 第一等级为婆罗们主要由僧侣、贵族构成 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 负责垄断文化教育和报道农食祭节 以及宗教话语权 第二等级 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 婆罗门思想的受众者 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 主政军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生生世世 第三等级 费舍是普通亚利安人 政治上没有特权 必须与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 主要在商业中活动 第四等级受托罗 大多数都是被政府的土著居民 属于非亚利安人 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 是人口最多的种姓 被认为低贱的职业 他们大部分都是仆人居多 本篇的故事男主名为巴拉姆 他便是属于第四等级的守托罗 他家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 缺乏基础设施、交通也不方便 全家十几口即在一间屋子生活 在他家由奶奶掌握最大权利 生活开支由父亲登三轮转取 他的哥哥小小年纪便在茶馆打工 所有挣到的钱都要交给奶奶 他们的生活方式固化 没有了任何激情 连尝试突破束缚的思想 他们都不敢想 而巴拉姆从小就拥有非凡的洞察力 在学校他是唯一一个真正学习的孩子 就算到了晚上 他也会偷偷一个人看书籍 在当地这是难得的有想法的孩子 老是打算未来帮助他去大城市完成学业 可惜穷人的命由不得自己 巴拉姆家的地坯和所中的地 全部都是粗用大财主家的 村里的人基本上都要定期给他交钱 但最近巴拉姆的父亲紧紧紧张 没有办法给财主上空 虽然巴拉姆是他最疼爱的孩子 碍于经济压力 他也不得不辍学 和哥哥一起在茶馆打工养家 不幸的事接踵而来 他的父亲患上肺结核 为了治病 他们走了两天前往别的村子 结果医院里面全是病人 就没有医生 没过多久 他的父亲便去世 家里失去顶梁柱 巴拉姆上学的事变成不可能 之后和哥哥在茶馆工作到成年 即便做着最贫苦的工作 他依旧没有忘记时刻学习的习惯 偷听客人的交谈 获取一些信息等等 他一直在记载室里 等待机会大展身手 这天财主再次返回到村里 这一次 鸡烧落命的二儿子阿肖克出现 他在美国长大 最近才返回到印度 仅仅看他的穿着打扮 巴拉姆就知道 自己的机会已经来了 有钱人都会雇佣司机 为自己打工 阿肖克当下肯定需要新司机 但学习开车 需要700卢比当学费 于是巴拉姆忽佣奶奶 说自己给财主当司机 赚到的钱每个月都会给他 让他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 在巴拉姆发誓下 奶奶同意他的请求 拿到钱的一瞬间 他便迫不及待跑了出去 乘坐大巴车来到镇子上考取驾照 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梦想着未来的好日子 销链告诉他 想在印度开好车 面对超车 叫破口大骂 绝对不要走 学会基本技能后 巴拉姆来到财主的别墅 他谎称 自己有着四年的驾驶经验 之前的主人死亡 导致失去了工作 当见到财主 他立马跪摆在地 夸赞因为财主的离去 让村子的庄稼得不到庇护 大家都期盼财主回来管理村子 还将他比作圣雄干地 撒谎 勒于奉承是巴拉姆的强项 谁都无法拒绝 这么一个小嘴抹密的人 财主让他亲自驾驶 查看一下他的车技 想成为财主家的司机 不仅要技术过影 而且有些宗教不允许信仰 一旦被发现 将面临被改走的风险 小的是巴拉姆 只信仰一个党派的女领袖 认为女领袖是正义的化身 和那些腐败的官员不一样 在雇佣巴拉姆之前 财主打电话给村子 将巴拉姆的底细 查得一清二楚 之后才放心 让巴拉姆走进大门 他也如愿一场 成为阿肖克的专属司机 虽然他得到 梦寐以求的体面工作 可在财主和阿肖克面前 他始终是名仆人 要称呼财主家人为主人 并且他只是二号司机 之前的一号司机 权力要比他大得多 家里很多事 都会交给一号司机处理 而巴拉姆 只能负责打扫围城 跑腿什么的小事情 稍有不慎 说错一句话 便会遭到毒打 作为仆人 巴拉姆不会反抗 在他的认知中 主人打下人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是印度的规矩 人人都要遵守 不过他的主人 阿肖克并不认同 他从小在国外长大 接受的是外界思想 他反对阶级分化 心中保存一次公平 他的妻子平津 也是从小在国外长大 虽然有着印度人血统 但思想上完全不同 他和土生土长的印度人 算得上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穿着打扮 时尚开放 敢和男人大闯争吵 在巴拉姆看来 平津记是个疯子般的存在 也正因为他的特别 对巴拉姆的人生 产生巨大影响 这天巴拉姆信仰女领袖 来到财主家做客 他在政府中 有着很高的权力 同时也是从底层 爬到高层的奇迹 他此次前来是来谈判 财主家的生意 都是女领袖照着的 很多犯罪的事情 也是他保护的 马上就要选举 他向财主索要200万卢比 如果不给 以后财主就要自生自灭 言辞激烈 完全颠覆在巴拉姆信中的形象 原来宣传的公平公正都是假的 和那些腐败的官员 并没有什么不同 也会敛财 也会用权力压人 财主家认为 200万卢比太高了 已经超出他们的接触范围 所以派阿肖克夫妇和老大 前往首都新德利走过安鞋 财主家计划 让一号司机陪同 如果阿肖克走了 巴拉姆也就没有了未来 所以他做了第一件骄脏之事 他把一号司机 信仰某个宗教的事情 倒露出来 结果人家被开除 巴拉姆得到重用 顺利上位 带着阿肖克他们来到大城市 即便来到现代化都市 这里的等级制度 依旧很分明 当主子的出高级宾馆 而司机 他们都住在地下停车库中 虚伪的城市外表 真实的黑暗 接下来几天里 阿肖克带着一个红色手提袋 在新德里的机构中周旋 会见了很多政府高官 任务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 于是只留下阿肖克在这里处理 老大则返回到老家 没有了老派传统家人的管束 阿肖克夫妻彻底放回了自我 让巴拉姆直呼他的名字 和他一起打球 接班打游戏 像朋友一样交流 这期间 阿肖克突然想去看望自己的叔叔 正好和巴拉姆在一个村子 于是他们一路返回到家乡 巴拉姆内心是非常抗拒的 家里人的传统思想压制他的生存 刚刚到家 奶奶便说要让他结婚 连女孩长啥样他还不知道 以后赚的钱都要寄回家里 这些要求让巴拉姆很愤怒 他不像成为父亲那样被压榨到死 生气之下离开了家里 不仅他烦恼 连有钱人阿肖克也烦 家里长辈啥都要管 唠叨个不停 丝毫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 鉴于这种情况 他们立马逃离了家乡 脱离束缚重新来到新德里 作为底层的人 巴拉姆的很多生活习惯是不太好的 例如上厕所不洗手 平时不刷牙 不讲究个人卫生等等 平吉很快意识到他的问题 以朋友般委婉的方式告诉了他 并且诉说最重要的东西 等级这些东西都是狗食 平吉的话触动到巴拉姆的内心 他买来干净的衣服 买来洗漱用具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刷牙 也是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这天巴拉姆打扮装重 带着气球为平吉过生日 小两口在夜店蹦迪循环 一番happy过后 平吉久经上头 主动提出飙车的要求 一开始巴拉姆是拒绝的 可是他一个仆人说话不管用 平吉晃晃悠悠在路上行驶 又是说笑又是聊天 一个不留神 他把路过的小女孩撞废了 平吉被眼前状况吓傻了 阿肖克想要报警处理 巴拉姆警告他 报警平吉会被抓捕 好在的是路上没有监控和路人 他马上开车溜之大吉 他安慰平吉在印度 流量的小孩子多到数不清 很多家庭都有十几个孩子 少一个他们也不会在意的 就算死者家人报警 警方也不会搭理低种性的人 巴拉姆自认为 他帮主人妥善处理了大事 没想到第二天 财主便感到心得理 他们得知昨晚的事情很是惊恐 特意带来律师要让巴拉姆替罪 说当时开车的人是他并不是平吉 还在针罪书上千字花鸭 对于这种情况 巴拉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阿肖克知道真相也漠不作声 巴拉姆心中很憋屈 可是没有任何办法 社会制度之下 他经不起多大的波澜 好在死者只是一个流浪的人 没有亲人 没有依靠 所以没有人报案 巴拉姆才逃过了牢狱之灾 但针罪书 财主会留着 以防巴拉姆逃走 财主的行为终于引起平吉的不满 他大声的咆哮 为巴拉姆的不公做抗争 然而他的发泄并不会改变什么 事情处理好之后 财主回到老家 只剩下阿肖克夫妇在新德里 晚上平吉单独找到巴拉姆 带着他一个人前往机场 临别时还给他一大笔钱 作为歉意 当阿肖克知道之后 暴跳入雷 抓住巴拉姆的衣领 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不通知阿肖克 巴拉姆只是默默地回答 他只是个胡人 只是听从主人的安排而已 他还将阿肖克推倒在地 第一次做出了反抗 没有了媳妇的陪伴 阿肖克整日醉酒逃避 趁着阿肖克喝醉 巴拉姆穿起他的衣服 喝起来主人的名酒 仿佛这一刻 他和阿肖克平级一样 这期间两个人相处得更加融洽 真正像朋友一样交谈心事 可这依旧不过是巴拉姆自认为 阿肖克始终还是把他当作仆人对待 心情不好的时候 对他非打即骂 阿肖克的态度 终于让巴拉姆认情了现实 自己再怎么真情付出 终究还是吓人 与其如此 不如想办法突破 他开始伪造修车 骗取阿肖克的钱 把多余的油卖掉 私下接人赚钱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阿肖克商量要更换新的司机 如果成为事实 将意味着巴拉姆会失业 他必须在此之前 为自己考虑后路 一天他偶然发现 阿肖克带着红色书包里面 装满了钱金 少说有几百万卢比 是巴拉姆一辈子都赚不到钱 他的脑海闪过曾经的父亲 努力奋斗一辈子 却没有任何改变 收尽奶奶的压榨 只知道要钱 他不想步入父亲的后臣 他要成为森林中的王者 白老虎 抛弃以前所有的一切 抛弃仅存的良知 为全新的人生做出牺牲 趁着一天下大雨 巴拉姆还称车子出问题 让阿肖克下车帮忙 趁其不备之时 将其给杀死 然后抱着钱袋子 逃亡到班加路尔 这里被誉为亚洲的硅谷 是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 他改头换面 巴拉姆和以前的巴拉姆 彻底断绝联系 他在这里发现了商机 出租车都是通过 美国人的呼叫中心接客户 所以身为印度人 他有很大优势 首先给了警察局局长钱 让他们以各种理由 抓捕呼叫中心的司机 之后他成立白虎呼叫公司 依据抢走美国人的生意 很快做大做强成为富豪 因为他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 所以对他手下工人他很慷慨 比如不小心出了事故 他会把责任担起来 主动向死者家属 道歉赔偿 并且会让他们家里人 到自己公司工作 和老派富豪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故事也成为传奇般的存在 至于他明明被通缉 为什么不会被抓捕 原因就在于 他长着一张大众脸 印度人都是千篇一律 浓为大火子 根本无法确定他就是罪犯 因为制度让他抽担 也因为制度让他离于月龙门 突破层层阶级壁垒 爬到金字塔顶端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篇名为白老虎 根据小说改编而来 故事剧情纯属虚构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不过寓意还是很深刻的 揭露社会很多阴暗 不为人知的一面 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